记者文瑜的台北报道 立委国正亮在第六届台北市长选举期间 于网络上发表没有连加 可以清廉一点点等于连战事后认定言论 未经查证数恶意评论 待选战结束后提告求成议员 并要求连续登报道歉一个月 全案今年9月开庭时 CLO和解束光 但据了解 被告停后未主动联络致歉 至于今日再度开庭 连战律师停后指出 法官已至被告律师口中确认 郭评论嫌未实地查证 全案起因于连战之子连胜文参选103年9合1大选 而郭在美丽岛电子报或个人脸书发表上批评连加言论 包括发行TDR坑杀台湾散户 两岸最大权贵或没有连加的国民党 至少可以清廉一点点等 事后哀告 未曾出庭的郭透过律师辩称 所有言论均符合真实恶意原则 属言论自由范畴 同时强调即便有损害 也精损及参选的连胜文 非连战请求博回员告诉讼 不过连战的律师认为 郭相关言论均不仅有待查证 甚至以愉悦言论自由范畴 加上发表于选序期间 自然被媒体放大检视 而郭身为大学教授 因严谨查证后再新发表 否则影响甚大 至于言论是否有关连战 连战的律师说 郭的言论显然牵连连战 本人及其家族成员 主张有关情形下 要求被告需付起民事赔偿 责任